其實如果去日本 我像我這樣年紀的朋友 五六十 六七十 很多人也喜歡去買藥 要有藥 要什麼藥 你他命啦 有什麼必須啦 我買一堆 也要水啦 對 也要什麼事 對 人家那年輕人充藥妝店 我們老朋友也充藥妝店 你有去買藥嗎 真的絕對不能讓家人知道 你要去日本 他們真的就要叫你幫他買 這種很多感冒藥 然後Wakamoto 一次要叫我買六瓶 我就不知道Wakamoto 可以吃這麼久 為什麼買到這麼多 然後那種EVE 什麼顏色的 然後你看就是這種衛傘有沒有 然後感冒藥有那種定的 也有粉妝的 然後家人會說要粉的比較有用 就不知道這些 這個不是台灣都有嗎 我問過這件事情 這些通通都是他們要買的 因為我們有一次做分析 對啊 這個也要水 然後那是什麼防蚊液啊什麼的 睡覺你有蚊子你就直接打掉 叫阿嬤擦防蚊液在睡覺啊 然後葛燈湯啊 然後龍腳傘啊 然後你看就是那種腸胃的 然後隨身攜帶的 然後就是一堆 還有什麼酸痛體有沒有 對 我這次去我發現到就是他們 那個什麼藥妝店變嚴格了 就之前你可能譬如說買那種EVE的話 你可能一次可以買很多盒都沒關係 現在的話是你一本護照可能只能買兩個或是三盒 為什麼 限量 不知道 這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特別是因為那個時候有這個 另外一個地區的 如果我插個話 其實你旅遊 你光去挑這些藥的時間就用光了啊 對 真的 很多人就進去就不出來啦 而且可是藥局藥妝店會跟你說就要只能買一盒 然後就接著會跟你講說 不過你明天可以再來就可以再買一盒 但你有沒有想過新災巧這麼多藥妝店 你每一間都去買 就買壞了啊 就是你會很花時間 一間一盒這樣子 對 可是就很花時間 光是買這些藥的部分 而且你在那邊等排隊的時候就真的很痛苦 對 因為很長 然後尤其是要退稅的 對 因為台灣人去一定都要退稅 不過我覺得有個美感 就是因為大家 對不起 旅遊三個目的 買藥 睡覺 還有什麼 尿尿 不過我剛剛說有 台灣人還有一個拜廟 有一個美感 就說其實很多人他們去藥妝店 都是去什麼新宿啊 銀座 都是去那些觀光客的地方嘛 那其實你如果去那個觀光客比較少的地方 其實他們也一樣有免稅 然後可是人沒那麼多 他也不會限制你買的數量這樣子 因為有個迷思價格就是會覺得說比較貴 對 就是生意越好的店 就覺得那間最便宜這樣子 而且還有一個迷思就會覺得說 我去到 我明明已經知道我要買什麼 但是我要問一下 那個裡面工作人員 這個真的比較好嗎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那種觀光區的 他們就會專門會找那種會講中文的 你就真的相信他了 對啊 你本來要買A的 結果他一講你就換成B了 就會變成是這樣 還有在排隊的時候 看到別人的籃子裡面有什麼 就會說你那是什麼 你那個是 為什麼誰告訴你要買的 這個你知道這個很有名的耶 我跟你說你少買一個 因為我女兒叫我買那個美白牙膏 對 買了三十條 這個就是 對 就是我親自的 我在那邊買東西 我就問那個隔壁阿桑 我說你來 我說你為什麼買這麼多 台灣這個 他跟我講一件事 我跟你講那個LINE你沒看嗎 上面告訴你說 台灣的是台灣做的 跟日本是日本做的不一樣 我其實想說真的有差嗎 你要不要仔細看一下 好 不過理由就是這樣 理由就快樂就好 是啊 買什麼其實不那麼重要 過程 那個過程很快 過程很快樂 那這個世凱他最近半年 竟然跑了美國 泰國 日本 帛琉 韓國 去超多 還有越南 對啊 這樣就幾個 六國 每個月都飛 是是是 那韓國怎麼樣 韓國對我來講的話 我非常的訝異 其實台灣人現在去韓國 也蠻多的 非常多 而且台灣過去應該說前兩 前三名裡面 第一個是日本 第二個就是韓國 是大家最愛的一件事情 那韓國我覺得 他厲害的一點就是說 他非常的善用 所謂的這個娛樂 娛樂來當作 他的公關旅遊的一個推廣 像他不管是綜藝節目 或者是他的韓劇 我跟你講韓劇去打騙 所有的媽媽們 還有年輕人 然後綜藝節目是大家都愛看 然後他們會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選定一個地方 我們這一陣子 我們就去POMO他 然後大家就跟著過來這邊 我這一次我去哪裡 我去紀州島 因為疫情過後再去紀州島 大家在想說 全部的人疫情幾天都停下來 對不對 結果你去了紀州島 你發現之後 不 紀州島他持續性在開發 我嚇了一跳 就是說他知道說疫情 但是他不能停 因為他建設完了以後 你們就會來 我直接就接收了 我舉一個例子 我這一次去的這一個地方 你看到他新的 最新的 這叫做史努比庭園 你知道嗎 這個史努比庭園 大家都知道 因為史努比是一個國際品牌的東西 他的質感本來要求很好 過往我們去很多店 只能吃一個 像一個咖啡店一樣 有看到一個史努比的東西 所以你就已經很開心 那不好意思 這邊是兩萬瓶 兩萬瓶 而且他有室內跟室外 你整個下午的話 你都玩不玩 而且他這一次的一個做法 三千瓶是一甲地 兩萬瓶大概七甲 非常大 而且重點是他這次做的 跟以往做的不一樣 他怎麼樣 因為史努比是什麼 是漫畫來的 所以你看那個四格漫畫的時候 你試試看 他直接把它放大變成等身大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過去的時候 我變成了我好像走進漫畫裡面的 那種感覺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一個做法 非常的好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沒有 你只要漫畫裡面你看得到 他造景的功夫很棒 他會讓你覺得 對 很好拍 然後這個好拍的一個方式是 每一個人都會拍 然後他有室內的 他室內的話 像帶小朋友們去玩的話 我跟你講你就直接丟他在那邊 你也不用怕走私 因為他就那幾個晃來晃去 就夠了 太好玩了 然後爸爸媽媽們 去到那邊的話 外面曬曬太陽 跟他們在玩 還有東西可以吃 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我自己是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說 他們很懂得去 去把這些國際的品牌 拉過來以後 把他在地的 觀光旅遊的品質拉起來 拉起來以後 你重新再去的時候 你有新的景點 新的東西再玩再看 這個對小朋友很有吸引力 非常 而且我發現到 很多大人也很喜歡 喜歡的原因 因為Snoomi這個東西 大家都很熟悉嘛 對不對 不過你看到沒有 特別跑去喝他的咖啡 對 他就是 你就看到說 我跟你講 那所有人就擠在那邊 都不喝在那邊拍照 你知道 然後他一拍照 咖啡上面還放墓水 對 那是硬上去 對 他做成了那個 他用可可粉上去 可是他把那個造型 你們就很想拍 拍了以後 就馬上上傳 上傳了以後 就跟你們打對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點 我是覺得他們 最厲害的一件事情 看到沒有 好多東西好好吃 好可愛 不過這一次 我去到麵玩的時候 我發現我剛剛說 他們上一種娛樂 綜藝節目 他們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有一個節目 叫做Cafe Friends 它是一個實境節目 台灣最近在抄他們 就是說幾個大明星去做餐廳 然後他就在那邊 在橘子園裡面 然後做那個咖啡 還有橘子派 你知道嗎 他們馬上Cafe Cafe就好幾家店家 就是這樣做 我們直接就去這樣的店家 他就直接營造給你說 我帶你去那個橘子園 採完橘子回來以後呢 你做一個叫做 你自己的橘子派 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 一個影片讓你看 然後你就自己做 然後你就看著做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在旁邊看一看 你只要稍微放錯一個東西 他就走過來就幫你了 結果你完全不會 不會下廚的人 我跟你講你都會變成神廚 這樣他要賺什麼錢 他要賺什麼錢 他賺你的整個的 第一個 他的一個叫做體驗費用 除了體驗費用以外呢 他旁邊開了一個咖啡館 這個咖啡館也就是說 像這個是我做的 本人在下親自做的 做完了以後呢 很專業的感覺 他厲害的在哪邊 這是個派嗎 一個派 橘子派 他在旁邊 因為我們的紀州島 最有名的就是橘子 他旁邊那個角落以後 他已經幫你設定好 所以你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每個人做好 放在那邊 咔嚓一拍 就是一張網紅的一個照片 然後他就讓你在旁邊 你就去吃這個派 現場吃 現場喝咖啡 我跟他說你 太棒了 而且第二件事情 另外一個 超厲害 本人在下 我會做好 很帥 我怎麼可能去拍這種照片 可是呢 他們現在很流行的是 很多人去韓國 都會拍這種韓服 韓服照片 但是有沒有發現都是 你幫我拍我幫你拍 對不對 然後自己衣服也不知道怎麼穿 弄得亂七八糟 他們這次不一樣 因為疫情帶來很大的一個 這個產業上面的一個衝擊 他就直接跟這些地方產業 他們本來在做什麼 婚紗攝影 婚紗攝影 他就跟你講說 我幫你結合變成觀光旅遊 那觀光客呢 去跟你那邊下訂 下訂了以後 你就用整套我們的方式 而且攝影師跟拍 他幫你去拍 所以我去參加這個時候 一大早起床 叫我去他們那一邊 梳妝整套弄下來 而且他規定 我說我的眉毛不要那麼粗 不行 韓國的眉毛一定要那麼粗 然後什麼東西都規定好 因為他要營造出最美好的東西 然後攝影師帶你去拍 不但帶你去那個所謂的 度假村裡面拍 他還不告訴你營造說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動作 做完拍完了以後呢 他當天晚上 他就可以把那個片子給你 他就告訴你說 你可以變成網紅 每個人都是網紅 因為照這樣做完了以後 都很棒 重點是晚上還有另外一組 這一組呢更厲害 這個超便宜的 去玩這個呢 這個照片拍呢 只要八百塊台幣而已 為什麼 他就是什麼 他在一個森林裡面 把這些東西都弄好了以後呢 他說你來 那你就這個舊定位 我幫你拍 拍完了以後呢 有沒有看到像這張照片 他幫你後製 像什麼那個韓劇 那個什麼飯店的那個感覺這樣 他幫你做完了以後 還有半個小時 你有沒有相機 有嗎 有相機的話對不對 我教你如何拍 也就是說 我不但幫你完成了 你可以當網紅 你還可以學到拍攝影 這些人是誰 是當地的本來的攝影師 所以那個月亮是後製的 後製的 對 然後就告訴你 因為網路無國界 我先幫你拍 幫拍完以後 隔天我就後製 我就給你的 就這麼方便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我 最好看還是最後面那一組 新聞哇哇哇 不過講到 這個等一下再來說 所以你看其實韓國的戲劇做得很好 對 然後這也是一個很強勢文化 現在開始往外擴散 是 那臺灣人很喜歡追劇 特別是女生 就開始受到他影響 對啊 新聞哇哇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哇哇哇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訂閱鈕 訂閱鈕 按鈕